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两天有大道鲍鱼 看一下阳台上有什么菜可以摘 现在这些辣椒每天都可以摘几个 长大了就及时摘掉 我家还是比较爱吃辣椒 小米椒还没有红 用这个五彩椒代替小米椒 这个五彩椒辣度还可以 四个辣椒可以炒两盘菜 怕有大风大雨 我昨天晚上就把这些盆子都移在一起 这种轻嫩嫩的辣椒炒肉最好吃了 这个生菜4月19号移栽的 到现在二十一二天 长得还不错了 重拌太阳花 没有太阳也在开 有太阳的话 开得更好看一些 柠檬椒的太多 看一下有没有成熟的把它摘掉 发现有两个皮黄了的 很多人问这个是台湾香水柠檬还是广东香水柠檬 说实话我也不懂 这个是没有纸的 这个柠檬是从树山掉下来有十多天了 这个水分看起来不多 这几个草莓苗花还没有拔 主要是现在这么小这么矮的盆子 我现在不知道用来干嘛 还在结草莓 就是结了草莓特别小一个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草莓苗 这颗草莓看起来可以 能吃一下 果子还结了不少 就是特别小 这边还有两盆 果子也是特别小 已经挨着泥烂掉了 你们的草莓苗还留着吗 有没有拔掉呢 这里不是结了一个苦瓜 这个苦瓜我发现十多天了 还这么大一点 今天一看完蛋了 又被那个针锋钉了 我记得去年种的苦瓜 授粉成功一个星期就可以摘 今年这个怎么长了半个月了 还这么大一点 那个针锋太讨厌了 继续给苦瓜套袋子 补套一下一个都吃不到 这里也结了两个小丝瓜 就是长得太高了 不好套 我把这些疼度弄下来 补套的话一个苦瓜都吃不到 现在在刮着风下着小雨 希望这个雨不要下太大了 聚的也是前年五月份 这个雨下的特别大 我们这边很多店铺都是被水淹了 我这些萝卜苗是不是长得特别好看 可以拔来吃了 已经吃腻了空心菜 现菜的快种点萝卜苗吧 一个星期就可以采摘来吃 今天摘的这些红红绿绿的挺好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